作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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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来 我们监视的日本特务可能要逃跑 逃人呢 还在屋子里 真的收拾东西 带这个弟兄 跟我走 是 走 快 快 走 走 怎么还在呢 在在 刚才我们还老是等的 不好 人可没已经走了 快 我们去到前面 是 走 带走 走 走 怎么样 没叫做 拉过去 继续她 起来 说不说 不说是吧 你 你让你给我刷 给我刷 说 这次任务你完成得很好很果断 我会请示尚风给你加点 怎么了你不舒服 我没事 天都快亮了快回去休息吧 口供里交代还有两处联络地点 我现在带人过去 好 一定要抓活的 是 等等 年轻人 好好干 要是都像今天晚上这样 你会大有前途的 是 比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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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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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屁儿 爸早 你干什么去了 導演说我的体质太弱 上晨线 必须下层锻炼 那你坐完睡好了吗 我睡得很好啊 睡好 看你脸瘦好像不太对啊 屁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答应了吗 答应了 但时间不会太长 等他找到新用人 放心 他不会找到新用人 是 我明白 什么时候搬进去 不知道 他没提吗 他只是让我每天下午去做一顿饭 顺便打扫一下卫生 这不行 你必须想办法尽快搬进去 全天候见识 我也不想搬进去 为什么 家里只有我们两个人 实在是不方便 跟我来 有个小人 你到现在还喜欢她 当然不 我要是喜欢她 何必拖到今天 就是喜欢也很正常 文卫君是国家的宝贝 人也很有魅力 一票人才 她怎么样 跟我没关系 是吗 要是不相信我的话 换人好了 但愿如此 可我还是要提醒你 我们费了这么大力气 把你安插进她的家 绝不是为了成全你们的耳闷思情 而是利用她对你愧疚的心理 让她对你完全不设法 我明白 不 你并不真的清楚 现在你给我听好了 如果你想保住自己的性命 就必须牺牲你个人的情感 硬下心肠 做个无情无义的人 我不明白 你现在从事的是 关乎国家安全的秘密工作 文卫君只是你坚实的对象 为了保证坚实的准确刻板 你不能参踏进任何个人情感 我要是做不到呢 你必须做到 我可以请求退出 晚了 你知道的太多了 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就两条路 或者完成任务 或者被秘密处决 为什么要这样 为什么要强人所难 这份工作并不是我主动要求的 我说过 国家处于危难时刻 每个人都有义务为国牺牲 你应该感到庆幸 对于你 需要牺牲的只是一份情感 还有一件事 我很不喜欢你刚才说话的态度 我不是个好脾气的人 在我领导的这个部门里 如果换成别人 我会立刻处决他 念你是个新人 这是第一次 我希望也是唯一的一次 是 我知道了 我以后一定注意 这是我的电话号了 如果发现情况异常 立刻跟我联系 记住 必须是跟我本人直接联系 是 号码记住了 再重复一遍 81125 我那边 再重复两池 辛苦你了 在我的坚持下 徐亚兰搬来家里 这是第二个进入我生活的女性 和我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女性 我会把这些东西放在一起的女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这是我的办公室 请进 不愧是中国黑市 这真有几分神秘 这只是临时的办公地点 告诉你一个绝密消息 军委会正在帮密电所 新建新的办公地点 规模很大 设施也是世界一流的 这可不像是中将所长 应该说的话 你就不怕我泄密 不怕 只要你也成为密电所的正式成员 你就有责任保守这个秘密 你看看你 又来了 让我整天关在这种地方 非把我憋疯了不可 看看吧 这是日本人刚刚启用的新密码 我都已经研究了几天了 还是一点头绪都没有 我可以带回去看看吗 可以 但是要注意 绝对保密 我明白 日本人突然大规模更换密码 你应该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啊 是啊 这些天 整个大楼彻夜灯会透明 友卿 上车吧 友卿 友卿 怎么了 我在想 我也应该真的对随老师 穿上军装了 真的 你真的这么想 虽然我的兴趣在大学 可我的家在东北 好 太好了 友卿 你来帮我一年 最多两年 到时候我一定放你回大学 好 我也记住你这句话了 大家先停一下 大家先停一下 我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事 不 应该说是一位新的上司 密电所二处处长黄永卿少将 黄永卿 满怀着爱国的激情加入了密电所 这是我们的密电所 真正进入了专业化的工作 1936年12月 西安事变爆发 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努力下 蒋介石被迫同意停止内战 联合抗日 西安事变七个月后 七七十年爆发 日军开始全面侵华战争 历史八年的抗日战争 由此开始 1937年8月 松户会战打响 我们密电所成功破译的日军 打算在杭州湾登陆的密码电报 但是由于众号组织的原因 原军竟未能及时到达指定位置 虽然林中强将军率不死战 但话不容重 日军登陆成功 11月11日 上海险落 我永远今天有 riches 明不可 向我们提出辞城 没事吧 没事吧 先生 我正式向你提出辞城 我可以准你几天假 让你回家好好休息 不 我不会回来了 爱磨大于心思 先生保重 学生告辞 永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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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局这么乱 你要去哪 我不知道 日本人就要攻打南京了 中央大学也要转移 你还是跟我们一块走吧 我哪也不想去 就让日本人炸弹把我炸死好了 化烟化灰 倒也干净 永鲜 你冷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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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愚钝 没办法像老师这样冷静 我心里的痛苦和愤怒 一点不比你少 但是我不能走 只要中国一天没有灭亡 我就要接近我的全部力量 不管这力量 有没有作用 是的 不问结果 但求心爱 老师的胸怀 学生佩服 可是我还是要走 你走吧 真当撤退那一天 我会去接你的 你不是最怕看你学的吗 去你的 谁怕呀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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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哎呀 你怎么来了 小声点小声点 我正想去找你的 人家可想你了 我也是 你小声点 好 我们现在讲解完了 可以分组抱一下 哎 我们两个一组吧 我又没有做过 没有学过呀 我学过呀 你只要乖乖地坐着 让我包扎就好了 来 哎呦 哎呦 你小心点我的眼睛 哈哈 这就对了 就当是你的眼睛受伤好了 你以为你在帮羊娃娃呢 好大的一个羊娃娃呀 你呀 对了 我差点忘了正事了 有爸爸的消息吗 没有啊 他不是一直都在前线吗 我听说前线的军队 已经撤回来了 也不知道爸爸怎么样了 哎 走 跟我走 快 哎哎 快 你这死丫头 那我去哪儿啊 哎 死丫头 你要帮我带哪儿啊 去找毛叔叔呀 他神功广大 一定知道爸爸的消息的 快 快点 这个三号表弟啊 也需要重机前去护手 是 这条房间 一定要重火力 一旦敌人从这个方向上来的话 可以重火力去压制 记得 好的 好的 哎呦 你这个家伙 从哪儿冒出来的啊 挺好吧 回家了吗 哪儿顾得上啊 我那两个宝贝女儿怎么样了 哎呀 我现在也忙得顾不上回家了 不过我太太 倒是经常和他们联系 他们都挺好的 就是惦记你 他们妈去世的少 我现在又这个样子 真的多亏你们两口子了 哎呀 都是老同学了 说这个见外了 反正我也没孩子 一下子 有了两个如花似玉的女儿 挺好 哎 老同学啊 凭你的身份和地位 透露点内部消息吧 开玩笑 我有什么身份 哎 跟我打官腔了 呵 凭你 蒋委员长的同乡亲戚 外加上军委会机要室主任 你还想怎么样啊 主将 啊 我今天到这儿来 就是要和你商量一下 嗯 说法让你见一下委员长 什么事 让他下一道密令 把你们撤到江北去 这怎么可能啊 当初就是委员长亲自下的令 把我从松户战场调到这儿来 让我坚守这个阵地啊 哎呀 委员长已经后悔了 为什么 松户一战 委员长的嫡系部队 损失也很惨重 要是照这样打下去 他的家庭要赔光了 可是他为了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援 他又不得不打下去 哎 钟江 你现在什么都不要说 咱们两个二十多年的交情 你的为人我最清楚了 哎 我都想好了 见了吗 委员长 你同样什么也不要说 你只要往他面前一站 他自然会下决心的 啊 我真的很庆幸有你这样的朋友 你同意了啊 啊 觉得我会同意吧 哎呀 钟强你 你不要太书生气 我不是书生 我是军人 军人最可耻的是什么 就是临阵脱逃啊 你话不要说的这么难听嘛 他现在并没有打起来呀 只是正常的换防 如果这是一次普通的战役 我可以换防 但是这是一次在绝境中的决战 我没有退路啊 你知道就好 南京城三面浑水 到时候想跑都跑不了 我现在想喝酒 走 陪我喝一杯去 走 走 人家哪让咱们进吗 当然让人进了 上次毛叔叔带我进来过的 快走吧 站住 请出示证件 我们找毛主和毛将军 请出示证件 行 学生证件吗 不行 我们还是给毛叔叔打个电话吧 可是我不知道他的电话号码呀 请你们立刻离开 你跟我们等什么威风啊 你有本事跟我爸爸上前线打日本人去呀 请你们立刻离开 我就不退 您的卖会怎么样 这是军委会 你别耍小姐脾气 我才不管这是哪儿呢 有本事 你把我抓起来呀 你们两个跟我走 怎么 你还真敢抓人吗 等等跟我们走 非常时期 你们严重扰乱军事重地秩序 难道不该抓吗 跟我走 快 他们怎么了 他们没有证件 冲撞警卫 扰乱秩序 他们是来找我的 我带他们进去 是 走吧 走来 刚才怎么回事 谢谢你 我们来找毛总和毛将军 咱们进去吧 毛将军不在 他去哪儿了 上面找个紧急会议 刚走 那我们回去吧 如果 你们是来了解林将军的情况 他已经从前下回来了 真的 什么时候啊 今天刚到 他受命保卫南京 哎呀 太好了 你知道他在哪儿吗 你们 还是回家等他吧 他忙完军务 一定会回去找你们的 我们还是回家吧 嗯 听说你们剧团要去前线演出 我希望你们不要去 为什么 日本人推进的速度很快 前方局势瞬息万变 所以你就躲在这个大楼里吗 我有我的工作 我是中国人 我也有我的义务 姐 说得好 金金 这是我的电话 有事可以找我 金金 我们回家 我回家 她能够看上去吗 好 我不明白 他穿这装其实挺精神的 别跟我提这个人 姐 他其实还是很爱你的 别胡说 真的 我从他的眼睛里看出来的 我看到的只是虚伪和善变 打死我我也想不通 爱得好好的 怎么突然之间就变心了 别再说这个了 我们赶快回家等爸爸吧 我的报告收到了 收到了 上级有什么指示吗 希望你能保护好自己 我知道 但恐怕很难哪 你认为南京守得住吗 防守的部队大都是从松户战场上撤下来的 军心已散了 军心已散了 更何况 南京三面环水 正面一旦顶不住的话 连个后退的余地都没有 但是 但是 蒋介石为了争取国际援助 必须死守南京 可是敌我双方的装备相差太大了 士兵们都很勇敢 可是 敌人的炮弹和机枪像下雨一样 就算是钢铁支驱也经不起这样子的火力啊 你的作战经验非常丰富 如果实在顶不住的话 你能不能先撤下来 毛组合也来劝过我 叫我直接去见蒋介石 换跑到长江北岸去 被我拒绝了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我也是蒋介石最器重的嫡系门生 也是一个中国军人 敌人已经打到家门口了 我的属下和士兵已经超过四分之一的 不是战死就是受伤了 在这个时候 不管任何理由 我要是真走了 即便将来再打再多的胜仗 我将无法面对我自己 面对我的士兵 我的女儿 我明白 请你转告组织 无论在任何的局势之下 我将不会给党丢脸 我相信你 民族威王之际 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 我们的八路军和新四军 也一样和日本人 做着殊死搏动 听说我们的八路军一一五师在平行关打了个大胜仗 是啊 也打破了日本人不可战胜的神话 真希望能够在自己的队伍里头打仗 跟着蒋介石的指挥棒跑 这仗打得窝囊 松户一战 要不是蒋介石 犹豫不决 一物战机 结果不应该是现在这样 是啊 如果从一开始 他就决心抗日 而不要心存侥幸的话 那些刚到上海的几万日军 很容易就被我们给消灭了 然后在沿海地区 重兵布防 那些后续的日本部队 就没有那么轻易地能登陆了 只可惜他一直核战不决 在战斗打响之后 居然还一连三次下令停止进攻啊 上级要我提醒你啊 这次南京保卫战 要小心蒋介石犯同样的错误 这我明白 还有一件事情要跟你商量一下 万一南京失手了 你的两个女儿怎么办 是的 怎么顾不上想这些 如果你同意的话 组织上安排他们转移 我当然同意啊 谢谢 谢谢啊 这件事情 我想让王浦江同志来办 你同意吗 王浦江 是啊 还记得他吗 我当然记得 为了我的事 还硬把他跟平儿两个给拆散了 我也觉得派他去不太合适 可是现在形势危急 我一时又找不到更合适的人 金哥 我怕平儿会恨他呀 王浦江现在是调查局行动处的副处长 由他来掩护林平和林晴转移 会有很多便利条件 我想怎么去跟平儿解释呢 针道转移的时候 我会和王浦江一起去你家 大臣 你要能去就太好了 你就说 我和王浦江是军委会派来保护他们的 哎 注意啊 千万不能暴露你和王浦江的真实身份 这我明白 其实在这件事里面 最难过的还是王浦江的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啊 你的身份是我们党内最重要的机密 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来保证你的绝对安全 这可惜 没能为党做更多的事情 不要这么说 在危机关头能够挺身而出 以身报国 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必然选择 提示 排列 这里 离中国最近的防线只有两公里 我 你 慧子和方子跟随特工队 混入中国难民中 提前进入南京城 我也要赶回到军舰上了 将军请 陈本坑福先生 你跟我一起到前线指挥所 亲自感受一下战争的美丽 我相信用不了多久 我们就能跟方子惠子在南京城会合 惠子 方子 爸爸 你们一定要多加小心 将军 我们该出发了 你自己也要注意安全 我明白你让我来中国的目的 你是希望我像两个女儿那样 支持并热爱这场战争 其实支持并热爱这场战争的 不仅仅是你的两个女儿 也包括全日本的所有国民 当然了 除了你妻子之外 没了我的妻子 我已经奉下了两个女儿 可结果怎么样 清天秀是回家了 可他的心却死了 你知道吗 我坚持让你到中国来 这一切 这一切以清天秀无关 而是 这直接关系到你的命运 我不明白 大日本帝国 已经进入了 举国一制的时代 战争机器全面启动 顺之者昌 你制这亡 你该从你岳父和你太太的遭遇中 汽取教训 可是 我并没有反对这场战争 可是你也并没有潜力参加 你的密码轻易被对方破译 使杭州湾东陆险些功亏一篑 也许日本军队至今 没有一套安全的密码 幸亏日中双方实力相差国大 否则日本帝国 将会因为你的密码而输掉 这场战争 好吧 大哥 你要是让我穿军装 那我就穿吧 如果只是那样的话 根本用不着费这么大的力气 只要军部 下一道征兵令就可以了 只有你法自内心的 真正的热爱这场战争 迫切的希望它能够 大获全盛 你的智慧 才能全部的激发出来 那样你 才能够编出 世界上一流的密码 小川将军 他会带你到最浅县去 希望炮火 和持兵的鲜血 能够激发出 你的豪气和激情 姐 刚刚毛叔叔来电话了 说爸爸今天晚上肯定回家 真的 太好了 什么时候呢 应该快了吧 天都已经黑了 真好 你别跑 来 过来帮我忙 哦 哦 哦 嗯 嗯 学生大学也要搬到重庆了吧 对 图书馆都已经搬空了 老师和学生也都走了好几批了 你呢 什么时候走呀 我不走 我要等爸爸 哎 姐 你呢 你呢 剧团现在都搬到汉口了 我也不想走 哎呀 太好了 只要有你和爸在啊 我什么都不怕了 我现在 最担心的就是爸爸 放心吧姐 毛叔叔都已经跟我说了 爸爸是常盛将军 连委员长都很器重他 可是我们这次面对的是日本人呀 日本人怎么了 不就是这些倭寇吗 算了 算了 不说这些了 你呢 怎么样 最近 有没有喜欢的人呀 哎呦 你也太小看你妹妹了 人家可是这张大学的笑话 你应该问 最近又有多少人喜欢上我了 你呀 人皮真太厚了 我知道有很多人追你 可是我关心的呀 是有没有你喜欢的 我当然有了 我认识吗 我认识吗 你认识的 我会 是那个一女校嫂的黄先生吗 我除了他还能有谁呀 哎 姐 你不知道 他现在可帅了 跟爸爸一样也穿上军装了 你不知道 更迷死人了 那 他开始接受你了吗 怎么说呢 应该说 他现在已经开始 对呀 关心我了 你呀 就是不听姐姐的 人家是老师 年龄又比你大那么多 怎么叫大很多啊 我都已经二十了 他才三十多岁 正合适啊 不行 现在这么乱 他又在保密单位工作了 我必须要找到他 姐姐 我告诉你了 现在成立这么乱 你可不能乱跑 是啊 现在这么乱 我不需要找到他 可不能让他再失踪了 爸爸 你回来了 乖乖乖 等一下 爸 怎么了 你们听见那爆炸声了吗 日本人天天轰炸 我们早就已经习惯了 不对 这爆炸的声音是从我 阵地方向传过来的